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主动上交摆天照 粉丝表示酷格这转变跟不上 王一博最近搭档黄轩宋茜出演的电视剧风起洛阳定档 电视剧相关的物料自燃烧不了 除了精美角色海报之外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自然要数发布会上的王甜甜了 发布会上因为看花絮的这一段 粉丝表示看到了久违的王甜甜 他真的笑得好开心 花絮里的王一博在现场真的是欢乐多多尼 少年果然是有一种放荡不羁爱自由的灵魂在骨子里的 活泼好动是少年王一博的特质 拍摄现场也欢乐无限 除了发布会上的王甜甜 他还在社交平台上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可不得了 是营销号看了都觉得离谱的程度 并且看完之后还要感叹依据 我们库葛最近都开始走这路线了 没错 就是一个变装视频 但是这个变装是变到满一百天的王一博 库葛居然主动上交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还是满百天的甜播 这可真是破天荒头一回 就连粉丝都在评论区调侃道 一博 你要是被绑架了就眨眨眼 哈哈哈哈 看来我们库葛这突如其来的可爱 确实是没少让人震惊呀 反正有被可爱到就是了 我们库葛本来就是可言可甜的 虽然他说他不搞笑但其实他真的很好笑 虽然他说他是酷葛但其实一点也不妨碍大家觉得他可爱 虽然他主动上交小时候的照片是破天荒 但是可爱就够了 哈哈哈哈 这个开卡钉车的小可爱我一定要放出来 这是什么个眼神 哈哈哈哈 真的过于认真 也太可爱了吧 你们有被小耶不可爱到吗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